9月10号是中国教师节 学生时代你印象最深的老师是谁 还记得当初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老师有哪些神技能 超能力 跟着小新走上街头来一波教师节的回忆沙 历史老师就常年穿着一套棕褐色的衣服 然后也不太换 我小学的宇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 我当时是一个非常逃的孩子 他会非常耐心地教我谈话 我觉得能遇到这样的耐心的老师 也是我学生生涯的荣幸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他是教历史的 他为了提高学生的三个性 女的每天早上都是直接跑进来 然后特别像一个明星一样 特别吸引我们的眼球 他会有一些动作吗 对 后来又会有动作 比如手笔划这样的 他是我的专业科老师 当我们在进行一些工作抉择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说你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去做你最适合的事情 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所以相当于是我在当时那个行业的一个隐门人 静一静啊 别吵了 什么 一个是我带过的最差的意见 体育课又有事情 然后就改成数学课 有时候学生一直说话嘛 老师可能就会说 就会把书放到桌上说 要不你来讲吧 我又有一个煽动的数学老师 他会有一些方言 口音现在有趣 他过来Alpha 叫Alpha 所以有时候最后一节课 他就比如说 我再占用一会儿 结果就拖了半个小时 或者是又拖了一节课 他叫陈诚 我们管他叫CZ啊 比较关系好的老师就称心道地 就感觉比如说邱哥 就这么成 我高三的班主人叫张帅 人家就叫帅 人家就是帅来了 帅来了 赶紧跑赶紧跑 实验室的这个老师 因为他说话 我们都觉得他比较直白 然后我们就叫他大嘴 然后因为他嘴巴长得也比较大 我们取的那个外号 你称什么的都比较 就是老师都比较喜欢的那种 我们化学老师就特别女神 我们都会叫他女神女神 手动画员 这是我高中的年纪组长吧 他就是有一种不挪而微的感觉 我们就非常害怕他 他一站在那我们就感觉就乖乖的 自习的时候 如果不吵的时候就没有人 如果一有什么最吵的时候 总会有老师突然出现 就不知道从哪儿就蹦出来了那种 收手机吧 他实在后门观察很久 然后直接走到桌子上 直接把手直接一下一下地抓过来了 他从第一个班到二十八个班 没有班都能说出来了 就我们第一个老师他画图画得很好 画个地图啊什么之类的 就呃就画出来了 特别厉害 我们老师可以模仿全国各地的方言 他可以模仿各种人物的声音 初中我语言程序比较差 夏老师都去都回家了下班了 就整个大大的房子里就只剩我们 剩下我们两个人 他在那耐心给我复了功课 复了到天都黑了 我就感觉非常感动了 我高中的班主任 高三的有一年 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巧克力 对 然后就我们就特别开心嘛 因为刚好高三了 然后大家元旦一起买个蛋糕吃一吃 然后就给高三打劲了什么之类的 我上大二的时候身体不舒服 然后休学了一年 然后这一年 就是我的实验室老师一直在学业上 就是远程给了我很多指导 然后就是包括在后面申请一下出去上学的过程中 当然老师也是亲近他自己的能力 然后给了我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在澳洲上学 他是一个华人老师 因为对一个新的语言环境有时候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在课下 就是会用中文辅导的一些课程 然后有这样一个老师 这样我觉得在一个异国他乡 有一些新的温暖吧 老师不光教了我 就是学习上知识的问题 同时老师把我这个人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很感谢老师对我成长 老师上对我的影响 其实毕业这么多年了 过去还是有很多老师到现在还能给我留下一些非常好的社会知识 还是很感谢他们的 在这个教师节之际 也希望他们身体移植健康 能够去培养更多的人才 还是很感谢他们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这么无私奉献 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一生都投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就祝他们教师节快乐 特别感谢我所有所有的老师 你人生当中处理每一件事的时候 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老师的那个声音可能就会在某一刻去点醒你 让你知道接下来自己的方向去往哪儿走 节日快乐 非常感谢他们 老师辛苦了 我会回去看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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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